教生联合宗教会60场布道会 今天由纽约丰盛华夏基督教会主办 我们主办今天是第二场 明天是第三场 我们今天的讲员 是我们纽约丰盛华夏基督教会的主任牧师张伯丽 大家都熟悉张伯丽牧师 他是博士 他在疫情期间曾经两次做了进动脉的手术 也得了COVID-19 那么在三周以前他又得了面谈 但是他从来没有停止传福音的脚步 本来医生劝他不要坐长途的旅行飞机啊什么的 那么尤其是刚刚面谈 在面谈之后他还去了纽约 去了佛罗里达 那么在那里进行了两场步道 紧接着又来的纽约 来的纽约又有两场步道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感动啊 因为张伯丽就是这几天他有去治疗 在我陪他做治疗的时候 我说张伯丽一生都已经劝你不要太努力了 但张伯丽说我也总答应 让我非常感动 他对我们这些传道人 对我们这些基督徒做了一个很好的方便 生病无息传道不止 我们给张伯丽一掌声好 现在我们有请 敬拜赞美 敬拜赞美 全部是代理敬拜赞美的 好 欢迎 我认识张伯丽已经很多年了 我们一直在与约网络 在家族的一系列的一种服事 今次我觉得刚才是看到的 假的很对 就是他不少 我们认识病毒 健康的疾病 他照样来去传讲上一个福音 这是令我深深感动的 其实我们都是同难的人 我也中过风 那我严重中风 所以我告诉他说 神应会医治你的 就好像神医治我一样 我们有信心在神面前 如果按着他心意的话 一切都会成就 阿们 信不信 信啊 这是神级 真的是神级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生活在困难当中 没有希望 没有盼望 但其实 在基督徒的眼中 我们是有盼望的人 不仅在今生有盼望 而且来生 永远的与主同在 阿们 今天很有意思 你记得五月十四号是什么日子 母亲节 是吧 刚过 父亲节呢 可能大家不太知道 没有太多人会庆祝父亲节 几号 六月十八 所以我们正在中间 所以 表示什么呢 父亲节 母亲节 都是诉说人间的爱 是吧 就要孝敬我们的父母 真容 真容 母亲 真容 父亲 这是人间的爱 但是有一种爱呢 是从天上而来的 不是人间的爱 这种的爱呢 你摸不着 也测不透 但是透过基督徒的爱心 的行为 你可以感受到 这种爱 是从天上而来的爱 所以首先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 活出爱 不仅仅口里面 说 嘴巴说爱 而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行动当中 彰显出上帝的爱 我们一起来起立 我们唱这首 活出爱 有一份爱 从天而来 比山高 比寒深 测不透 我不照 却看得见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感性给 用心爱 把心中 这一份爱 活出来 耶稣的爱 激励我 抢开我 一生命 让自己 成为别人 祝福 耶稣的爱 会点燃我 心中 熊熊 熊爱 活 我们一起 向世界 活出爱 请姐妹来 有一份爱 从天而来 比山高 比海深 看着骨头 看不着 却看得见 祝福 因为有你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天心 给 勇心 爱 把心中 这一份爱 活出来 要求你 耶稣的爱 吸引我 散开我的生命 让自己 成为别人 祝福 耶稣的爱点燃我 心中熊熊爱护 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来 向世界活出爱 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来 是的 很多人寻求福气 很希望得到祝福 这是每个人都想的 有人以为财富就是福气 也有人认为有健康就有福气 有些人甚至说 我有名声 功名成就 就有福气 这都是一切人所追求的 在世上所追求的东西 但是可惜它不是永久的 因为很多事情 我们无法掌握 很多环境的变动 很多人生的波折 积居的道路 使得我们无法 很容易就得到这样的一个福气 但是基督徒一生最美的祝福 不是在这种物质的 这种的享受 追求 因为物质的东西 有一天全都要过去 基督徒最大的福气是什么 是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因为在耶稣里 我们就有了一切 所以愿我们今天 每一个在座的 都得到一生最美的祝福 在无数的黑夜里 我用星星画出你 你的恩典如诚心 让我真实地见到你 在我的歌声里 我用音符赞美你 我用音符赞美你 你的美好 是我今生颂养的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坐在高山深入 祂会把我同行 我知道 这是最美的祝福 我愿意今天晚上 上天的祝福 临到在座的每一位 临着我们信主耶稣 不但我们的生命给改变 而且我们不再信靠这个世界 来去解决我们的问题 因为耶稣爱我们 祂已经担当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孽 不仅罪孽 而且祂天天背负我们生活的重担 所以来到主耶稣面前 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不单今生蒙福 而是一生一世 以后永永远远地 就受到祝福 我们再来 在无数的黑夜里 我用星星画出你 你的恩典如诚信 让我真实地见到你 在我的歌声里 我用音符赞美你 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养地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就能认识主耶稣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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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聚会 主 知道我们心里的人 是有美好的盼望 一生都蒙福 因为纵使在患难当中 你没有撇弃过我们 我们就欢迎你今天晚上 降临在我们当中 圣灵求你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 一起来享受你仆人 给我们的信息 滋润我们的心田 让我们能够借着祢的话语 能够使生命变得更丰盛 求祢降临 宇宙的中心 耶稣 世界的中心 耶稣 万物都被祢 属于祢归礼 祢是荣耀 群王 我们欢迎 去我将祢 渴望看见祢的彰显 我求祢来换船 震动这土旅 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 我们欢迎 君王降临 同心高举 你圣洁的名 我求天窗打开 身与不停歇 我们呼喊 君王降临 大大墙口 大大充满 能够如雨 交换着地 我求天窗打开 身与不停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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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欢迎君王降临 渴望感觉你的彰显 不求你来奉占 真空之处的处心们身体热气 我们欢迎君王降临 同心告知你手牵一笔 不求天窗打开 全面不停息 我们呼唤 欢迎君王降临 是的 今天晚上五秋中 我们的君王您到我们当中 请各位坐下 把时间交给张牧师 好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的麦风开了吗 感谢主我们周末我们又来到主的殿中 我们来敬拜 问一下有多少基督徒去守 有多少基督徒 那请发现我们都是基督徒吗 对吧 有没有没信主的去守有没有 那一个都没有吗 对不对 有一个 两个 还有吗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布道会 可能我们就得 我们又改成陪灵会 刚才我们陈牧师介绍了 大家看我 现在我这嘴跟陈牧师很像 能看出来吗 他是在芝加哥的时候 我在芝加哥我们俩就认识 那是陈牧师那时候是在移民局工作 在政府 干门的 那他那个唱歌唱的特别好 旁边有四个男生的从畅 他特别出名 各教会都请他们 那他中风了 他非常严重 他中风的时候 血出来了 脑子里 然后医生说他终身可能会瘫痪 就是醒过来 那现在大家看到他服侍主 他把自己奉献给主 服侍主 他现在还能带歌 对吧 其实年龄 陈牧师也高 退休的年龄了差不多 我认识他好多年 我 我是大概将近四个礼拜前 我突然间嘴歪 这个 然后就到医院 到医院我去看急诊 这个美国的医院 一看你是急诊 嘴一歪 立刻五分钟半退到手势 很快 这个几个医生 就忙 就把你退到 一做扫描 发现我脑子没出血 就把我扔走廊就不管了 我在那个医院待了三天 做了核磁共振 做了所有的检查 这个最后确诊我是炮疹 带状炮疹 引起的这个面瘫 神经的问题 所以那我前面还有好多的 不到佛罗里达的夏令营 还有我们维吉尼亚母堂的 这个二十周年庆典 再加上我们纽约分堂的聚会 所以医生说你要想要命 你哪都不要去了啊 但是我想我还能走 我还得走余下的路 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托付 所以我还是来了 感谢主 我已经完成了最后一站 就到我们这明天还有一讲 我就回去再进医院 再检查 那感谢神 我们今天来到脚生中心 我们要讲一个不一样的选择啊 人生有许多的选择 那最近教会一打开门来 很多走线的人 我就发现纽约不多 其实这个布道会应该是 对走线的人讲 这个大家不太知道 什么叫走线 有没有走线过来的举手 非常不好意思有一位啊 两位 你不是 你不是走线 他是 他是 那个走线非常的危险啊 现在在墨西哥 中美边境 据说有将近十万人 中国人在准备走线 有的是被送回去 再走回来 再送回去再走回来 那有的走进了 大多数来到我们洛杉矶 我们洛杉矶 现在华人区 有个叫丁胖子广场 特别出名啊 大家都知道啊 丁胖子广场啊 那么这个这个广场 就是每一天早日都 有几百个中国走线的人 在那里边寻求帮助 那政府也好 教会也好 我们去送很多毛毯啊 食物啊 衣物啊 当然教会也有 在那里边给他们准备福音 单张也带他们去教会 那我们的教会 离那远一点 但是每个礼拜都会有 走线的寻求这个帮助的人 来到教会 走线是一个选择啊 他选择离开自己的国家 那么我能理解 我就是走线的人 我是三十多年前走线 算第一代走线的人 那么这个选择有的是很无奈的 是很无奈的 是不得已的选择 那我是很无奈的一个选择 我如果留在中国 我就要坐牢 那个时候坐多长时间不知道 所以但是坐牢是肯定要坐牢的 坐多长时间不知道 所以我选择了逃 逃 那所以我很理解今天走线的朋友 那我每个人都会做不一样的选择 那不管你做什么的选择 那个能够选择信耶稣 选择去教会的人 是蒙福的 我就是一个见证 我就是一个见证 对吧 那我们看几个 我的引言有几个图片 然后看几个不一样的选择啊 这个 看 我们先看到经文吧 马可福音的十章十七到二十二节 大家都知道这段经文 这是一个故事 讲到耶稣基督 在他传福音的路上 遇到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人 这个人优秀 他年轻富有 还是官员 那这样一个优秀的人 他找耶稣 我知道耶稣 大家知道耶稣在当时的情况 因为耶稣非常的贫穷 他生于庸患长于贫穷 那么他没什么金钱 但是他有真理给他们 所以这个人就找耶稣 他找耶稣寻求什么呢 圣经说 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 有一人跑在他前面 跪在他的面前 问他说良善的夫子 我当做什么事可以承受永生 他的问题是很形而上的 他问一个永生的问题 很多走线的朋友 他不会问永生的问题 他会问我怎么能够进入美国 我到了美国 怎么样能够申请绿卡 寻求帮助 那这是眼睛能看到的 这个人他的境界很高 他肯定比我们这些逃亡的人 境界高多了 因为圣经说 他是个少年的官员 也是财主 而且品行很好 有很好的教育 那么他来到耶稣面前 问永生的问题 耶稣就对他说 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呢 大家知道在犹太人中 良善只给神一位的称呼 神是良善的 人没有良善的 人人都犯了罪 人心诡诈 那么只有犹太人是很懂这一点的 他们不会上当受骗说 你是好人你是坏人 他没这个观念 中国人有好人坏人的观念 有小人君子的观念 这是中国的文化 有些人说 你没有 就是罪人 都是罪人 人人都犯了罪 亏是上帝的荣耀 那么他的实际永生 耶稣说 你为什么蹭我是良善的 除了神以外 没有良善的 诫命你是小的的 不可杀人 不可奸行 不可偷盗 不可归负人 当孝子父母 那么这个少年对耶稣说 夫子 夫子是老师的意思 他说 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耶稣看着他 那么就爱他 这他说 你还吃少一件 去变卖你所有的封地雄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跟从我来 他听见之后 你脸就变了颜色 悠悠愁地走了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现在经文我们就读完了 这就是一个故事 那我今天会分享 人生的选择 不一样的选择 他选择来找耶稣 寻求永生 当耶稣对他提出挑战 说你变卖你所有的 因为你的所有 对于妇人来说 这个所有是他的神 他要想认识耶稣 他必须放下一切 才能够真正地认识耶稣 否则他不可能 所以耶稣就告诉他说 你要卖掉他 卖掉他 跟从我 那我们中国人 谁那么傻呀 对不对 卖掉我们所有的跟从你 那永生没得到 今天啥都没了 对不对 所以聪明人 就做了一个聪明的选择 他放弃了跟从耶稣 那从永恒的角度来说 他是个做了错误的选择 对吧 因为这个年轻人现在在哪里 肯定不在永恒里面 不在上帝里面 他没有永生了 他的财富在哪里 主后七十年 耶路撒冷被罗马的提多将军毁掉了 圣殿拆了 一百万人被杀光了 剩下的罗走了 他能不能在也不知道 财产肯定没有了 生命也不在了 所以他做了一个是错误的选择 我们今天从历史看是错误的选择 但当时他看不知道 从人的角度他做了正确的选择 他没有跟从耶稣 但是从永恒的角度来说 他做了错误的选择 人生都会做很多的选择 我们一生 我看几个选择 我们看少年官在选择这个图片 我刚才讲了 这两个人可能有的不知道 你看图片 都是北京大学的 算我的校友吧 那左边那个叫周世锋 他是一个律师 709案他被抓判了十年 他刚刚出狱 那个叫傅政华 他是中国的公安部的部长 也做过司法部的部长 那么两个是同班同学 对吧 据说有人说还上下部 不知道 那在中国同班同学 你比如说做官的做得很大的 做牢的做得很长的都有啊 我昨天碰见王君涛 王君涛当时在北大是学生会主席 他有个好朋友叫李克强 后来王君涛参加六岁 被判了十三年 现在流亡在纽约 那这个他俩是 当时是学生干部 是好朋友 那一个做了总理 一个做了做了劳 对吧 人生不同的选择 那这两个呢 就特别对比很大 一个坚持为老百姓发声说话 他这个维权律师 替这些穷户人打官司免费 那么这个做了官 最后两人 这个从监狱出来 那个进去了 你看在中国这个危险 是高危的职业里面 你不管你做官也可能做进去 你什么都可能进去 不知道你做生也可能进去 不知道 人生都不在对手中 这两个伟大同学的选择 我们看到这两个人的选择 一个叫胡适 一个叫吴涵 这两个都是历史学家 胡适之选择1940年去了台湾 他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长 做了普洛伊斯顿大学的图书馆的馆长 做过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 那么吴涵选择留在了大陆 建设新中国 最后他文革被斗死了 他死得非常悲惨 这也不一样的选择 还有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是我的老师余英时 1950年余英时放弃了燕京大学 他选择了留在香港 后来成为历史学家 他在三个大学任教 一个是普林斯顿大学 他任教了将近30年 那么第一个任教的大学 是哈佛大学 第二是耶鲁大学 所以美国最三个最著名的大学 他都教过 那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感谢沈有幸 我是流亡到美国的时候 举目无亲 走线到美国 他收留了我 我在普林斯顿大学 东亚西做访问学者 他是我的导师 这个是他的老师 这个是他的老师叫钱穆 中国的历史学家 这个 所以我跟先生成为 忘年之交很好的朋友 他给我认识很多的勉励 我那本书 流亡者就是他给我提的书名 他提书名很有意思 我让他 我说我的书要出版了 你给我提个书名吧 他给我提书名 他提错了 我提是流亡者 逃亡者 他给我提了个流亡者 那我说先生错了 我这本书叫逃亡者 他说那我给你写出 第二本书的名字 所以过去 那我就还得写第二本书 对吧 我还得写流亡者 那流亡者的生活 也是对人生有很多借鉴和帮助的 那么他这个 1949年的时候 他在北京燕京大学读书 那他的父亲 是个历史学家 在香港 当年到香港是很也很穷 刚中国的学者到香港也找不到什么工作 广东话也不会 英文也不好 但是呢 大陆都是学者啊 那么他回到 放暑假 回到1950年 回到香港去看父亲 看到父亲很辛苦 这个 所以他就很心疼父亲 那年他才20岁 那么 当他回燕大开学的时候 看到他的火车在广东的一个车站 好像是 是 沾木头啊 还是什么一个小站 很小的那里 就是停一分钟的小站 停下来 停下来 车就坏了 要来 一段时间修理 据说得一两个小时 那他就在站台上走来走去 这时候叫天人交战 他就想我要不要到北京完成我的学业 还是我留在香港来照顾我的父亲 你看这车如果不坏 今天就没有余英石这个历史学家 就没有了 他要在中国念完书 就他的出身 他的观点 那肯定坐牢 老底坐穿都不知道 可能都死在监狱里面 但是他选择了没有再上车 他回香港了 他回香港的第二个礼拜 中英边境就封锁了 不再有来往了 所以成就了余英石五零年 成为这个被称为当代的胡适 这个著名的历史学家 还有一个照片我看一下 这个 这个回来了 等我现在看 这人生的选择啊 决定你人生的荣辱和成败 1954年 韩战 中国人民志愿军有两万战俘 被美军俘虏 大家看过长什么亭湖 长亭湖 这个不管是大陆派的 还是美国派的 你们都看一看 他们角度不同 但是战俘是真的 那么这两万战俘 当时有选择 你可以选择回中国 也可以选择去台湾 多少选择去台湾呢 有14715个选择去了台湾 那么有7170个选择回到祖国 他们的命运 大家可想而知 选择去台湾的 最后在那里成家立业生子 一代一代的他们的中华民国 选择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都非常悲惨 我看过大英 一个军队的作家写了一个人 解放军志愿军战俘录 那个回国最高级的军官是军政委 那他 关了三年在监狱里 后来开出党籍 扫马路 一直到他退休 其他的更惨更悲惨 一个一个的过关审核 后来都 文革的时候很多都被打死了 是否不同的选择不同一下 这个大乡径庭啊 我今天没有说 鼓动你们仇恨共产党 没那意思 这是历史 历史我们要讲真话 对历史 在中国可以欺骗人 在美国不能 看到另外一个人的选择 这你们就认识了 这是我 1989年我去了天文广场 六四以后 我选择了逃亡 大家看啊 昨天我去 我这次来还有一个 王丹恩在纽约有一个 在Downtown 有一个六四纪念馆 终于六四过去34年了 美国才有个六四纪念馆 王丹恩四处奔走呼喊 筹款终于开幕了 那我作为他的同学 从广场一起的战友 我也来了 那我们知道 在那个纪念馆里 就有我们这张照片 公安部转发北京市公安局的通缉令 北高连北京再逃的头头骨干分子 那我在其中 哪个是我呢 大家看那镜头了 对不对 那个就是我 这个有没有 就那个指向那个 底路前面那就是我 张沃利 我的选择 我来美国是被动的 那不是我主动的选择 我常常跟妻子开玩笑 我的妻子是留学来的 那我是陶王来的 留学来的好像地位就比陶王的高一点 因为人家是考上来的 真本事 那我觉得都逃了也是挺有本事的 没有本事的也逃不来 对吧 大家看哈 这我的通缉令 1980年我被中国政府通缉 这通缉令是电视截屏 当时 我的脑子有针 医生不让我拔 他怕我晕 这扎了就不那么晕 那么这个 当时 1989年6月13号 6月4号 3号晚上镇压 为什么拖那么久 拖9天 这个据说要感谢公安部的一个官员 叫王芳 部长 他不愿意把这个通缉令给戒严部队 要给戒严部队 他早给 那天晚上我一个都逃不掉 那他说这是公安的责任 不是戒严部队的责任 他们没有给 所以给了我们9天喘息的时间 我们就都逃出去了 逃出了北京 那时候北京有空校运动 那多少人逃出来呢 走线成功呢 就是 有六个 我记得有 乌尔开西 李璐 有 这批人 柴玲 封宗德 还有 王超华 那 这个 这几个 这几个逃出来了 其他的都抓去坐牢了 14个坐牢 6个加14个 那我们简单的算数就算20个 那这里边是21个 少一个那就是我 没有抓住 也没有逃出去 我在中国 藏了两年 也不能说藏 就逃了两年 用动词来说是逃了两年 我逃了两年 那么 这个通缉令 大家看到 这是我在广场讲演的截频照片 张国立男 26岁 黑龙家省 汪回现人 北京大学做两班学员 身高1.75米左右 脚胖圆脸 双眼皮翘鼻子 厚嘴唇 东北口音 像不像 现在我嘴歪了 你看不像 我又嘴部我还挺像的 那 你要想 你看着 今天你看它 这是个历史 或者大家一笑 轻松过去了 当时我在电视上看到 我是 立刻我脑袋一片空白 我突然想 我成了国家的敌人 我未来又怎么样 我不知道 我的人生为什么会这样 我也不知道 我突然开始 那时候 我觉得人很渺小很渺小的 这个世界太多的位置 我们不知道 但我只知道一点 我不能被他抓到 我抓到了 我第一个没有尊严 没有尊严 第二个他可能枪毙我 那时候 邓小平在6月9号 接见共军军以上的干部的讲话 他杀气腾腾的说 对这些年轻人 百分之一的原谅 都不能有 我在逃亡的过程中 中国开了人民代表大会 这代表大会有一个 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叫陈希同 他代表 他向人民代表大会做报告 代表北京市 叫平息北京 反革命暴乱的报告 这个报告有一段说 他们 他是天文的学生 在天文举办民主大学 声称是西时期的黄埔军校 叫嚣要杀死四千七百万共产党员 这是黑纸白字 人民代表举手通过了 成为一个报告的文件 不幸的是我那是天文 民主大学的校长 可是我没有讲过这段话 我的家人都是党员 我的家人有军官 有警察 有政府公务员 那 我怎么会说我要杀死四千七百共产党 但是我才懂文革受冤屈那些人 他们有口难辩 对吧 我才懂什么叫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所以这个通缉令它改变了我 所以我就得做一个选择 我或者选择 自首 我或者选择逃亡 那 我选择了逃亡 我们也选择自首 一个是我的理念 不允许我去自首 你可以我被你抓到 你不管判得多重 我也不会自首 我觉得我没有错 是你们杀人 你们有错 不是我 我们在广场五十多天 我们也没有扔过一块砖头的都 我们都是和平的请愿 所以呢 我就逃了 再知道你看不一样 那感谢主 我逃到耶稣的怀抱 这是上帝的恩典 1989年我逃了半年 我在黑龙江 黑龙江是我的老家 通缉令出来的时候我在黑龙江 我就不可能地越过整个的中国到广东 从香港出来 那我黑龙江挨着我们的国家叫苏联 就现在的俄罗斯 索菲亚Union 那在我藏的地方 就是在中苏边境 二十里路 我就可以出国 那对那个国家 我不了解 我知道它跟中国是一个 一样的国家 都是这个共产体制的国家 但是苏联当时有改革开放 有一戈尔巴乔夫在提倡新思维 我觉得可能有我一线机会 那我甚至想我可以逃到俄罗斯 我还懂一点俄文 那我就买个火车票 我能够坐到莫斯科 我就可以找大志管 我就可以进去寻求避难 我尽量不要让警方 这个不要让俄罗斯的警方 苏联的警方抓到我 我想的很好 因为那是离我最近的一个外国 所以1980年圣诞节 我逃到苏联 这个大家有的知道我这故事 我就不讲了 我在那里 插尔玫瑰冻死 我就祷告 因为我在逃到苏联之前 有一个农村的妇女向我传福音 她又不识字 她让我给她读圣经 读约翰福音 我发现啊 这个教会查经很重要 那这个姐妹呢 她们又有一个家庭的教会 她们在一起查经 圣经很熟 她不识字 但是她可以把约翰福音背下来 马可福音都可以背 我这个很了不起 那我给她读圣经 其实我读人 你下去就知道是什么的啊 然后不断的给我讲圣经 我是伟大中文系的啊 她没有她不识字 没有上过小学 她给我讲人生的真理 世界的真理 给我讲人生的道路 人生的生命 意义 她给我讲这个 我觉得挺滑稽的啊 这个反差很大啊 在一个农村的小屋里边 点了个小油灯 我读圣经 因为她那么爱我 她隐藏我 帮助我 她向我提出要求 我也不好意思不读 对吧 很多人信主来到教会 也是因为弟兄姊妹的爱嘛 把你们带到教会来 那我为她读圣经的时候 就读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当然很熟嘛 一开篇就是太初有道 没有宇宙的时候 就有道 这个道在宇宙出现的之前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一看就是关于信仰的书啊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 宇宙万物是借着它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它造的 而且生命在它的里面 它就是生命的光 我当时读的时候 我觉得很有意思 农民读这有什么意义呢 还不如读个科学种田 对吧 你读得懂吗 我就问他 我说你读得懂吗 我给你读 你听得懂吗 我没有全懂 我似懂非懂 他说我懂 我说他既然懂 我问你道是什么 他说道是耶稣 他问哪写耶稣啊 他一定往下读啊 道成肉身 一章十四节啊 匆匆满满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就是父神独生子的荣光 他说这不耶稣吗 哎呀那天 我第一次对一个没文化的人 佩服 我姐一个人 如果中国人都接触这样的信仰 都信了耶稣 还会信独裁者吗 还会被愚昧吗 真的 它就是真理 中国人在黑暗中走了多少年 不是说共产党 这几十年 四十多年那个时候啊 黑暗 整个中国的文化中 都没有出路 都在黑暗中摸索 那五四运动不是在摸索吗 对不对 那时候共产党还刚刚成立 还没有执政呢 那也是在黑暗中在摸索 如果中国人早早找到这个生命的光 我们就不在黑暗中行走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光 跟从我的不在黑暗中走 所以我逃到苏联 对我来说是人生的一个悲剧 但是我上帝就是很奇妙 祂不会让你无路可走 所以中国有句话叫 天无绝人之路 在我逃亡的时候 祂给了我信仰 这是我信主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 这个信仰成为我生活 它就是我的生活 它不是理论 它不是理论 它也不是教条 它就是我的生活 我在这里边生活 我感觉到一种安全 平安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 我都不害怕 我不害怕 所以现在有一首歌叫 我不害怕 我依然要紧拜 我能够懂那个道理 一个人得了化疗 得了癌症的化疗 他会不害怕呢 他会不害怕 如果他说他可以唱 我不害怕 我依然要紧拜 我觉得生命是不同的 人最大的敌人就是惧怕 我们惧怕一切 我们惧怕天有不测风云 我们惧怕我们有的会失去 财务会失去 亲人会失去 儿女大了 离开我们 有的甚至不回来了 如果一个人有权势 他害怕失去权力 所以他做一些很反常的事情 就是为了维护他的权力 可他忘记一件事 他会死 死了 什么都没了 可是一个人如果他在永生中有一个位置 他就不会惧怕 就像今天 刚才看那个少年官 他寻找永生 因为他知道永生超过他的钱财 他有很多的金钱 他很优秀 然后呢他又是官员 那么他知道永生超过他的权力 然后他很年轻 他知道永生胜过年轻 因为年轻有一天会走向年迈 他很懂 他找耶稣 他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来找耶稣 可是他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拒绝耶稣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关心永生的少年官 从这个圣经中来讨论 这个图片 在网络上我选的就是这个少年官 他问耶稣问题 他说良善的夫子 我当做什么事 才可以承受 咱们即使吃饭 因为人家的黑客是任何贴 这些人给你更多的物理 太小我要努力更多的物理 他是单身的 他拖来 如何食物 杨茜茜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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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跟他讨论活佛 就是对人的一个尊敬 尊称在佛教中活佛 他信主了 我带他信主的 给他受洗的 感谢主啊 那么我也认识 台湾的星云法师 星云法师要来洛杉矶 有时我也会去西莱斯 他请我去吃饭 吃这个都是素菜做的 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素菜可以做炒腰花 很像 豆皮做的炒腰花 我跟他讨论这个问题 我说按照圣经来说 你这已经吃肉了 对不对 他说这个怎么呢 这是豆腐做的 我说因为人吃食物 不仅是它的物质 还有个感觉 你感觉它是腰花 它就是了 就像圣经一会儿实践 我们讨论实践 圣经怎么看 这个 你 你不可杀人 你心里动了 恶念 你就已经杀人了 这实践说得很清楚 对不对 所以以后我们再讨论 那佛教强调的 跟基督教很不同 很不同 我在逃亡的时候 我带了一本佛教的书是《六祖谈经》 我看过 给我很多的帮助 就在那个逃亡的时候 能够解决我心里很多的忧愁 我能够在那里找到一些的答案 亮光像李语堂 他原来是一个牧师的儿子 后来还觉得基督教很无聊 天天查经 还得去教会礼拜天 对吧 不喜欢 他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他就去了解佛教 他信了佛教 后来又去找道教 道家 不是道教 道家 儒家 他在里面 还是没有找到人生的出路 后来他晚年 他又回到了耶稣的面前 我有林语堂的全部的诸作 一本都不少 他总共是三十一本书 我的都是一九三几年出版的 原版 我有一套 我是在旧书店逃的 那天我在一个旧书店 我看到这个老外 葛拉茨塞尔卖书 我看 都是李语堂的书 我说还有吗 他说都有 他都搬出来 我一看三十多本 非常便宜 几十块钱 好像五十块钱 我就全拿走了 现在还有在我的书架上 有的都已经可能没有了 那个书 那林语堂晚年讲了一句话 说 所有的宗教 都会给人带来帮助 犹如像一只蜡烛 在我们黑暗的时候 给我们一些亮光 但是耶稣基督是太阳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 蜡烛可以吹灭了 这是他一生的总结 每个人感觉不一样 但对于一个追求真理的人 他的一生的总结 跟我很像 我也寻求过 在逃亡的时候 寻求过其他的宗教的帮助 但是后来还是因为找到耶稣 这个少年观跟我一样 他是犹太教徒 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停留在我们的理论上 观念上 没有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和生活中 基督教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基督教不是宗教 是一种生活方式 是你的生活方式 你选择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 不是以你为中心 也不是以世界的各种的理论为中心 对吧 耶稣说 世界这些都是盗贼 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毁坏 不管什么样的主义 共产主义来了 不是偷窃杀害毁坏吗 是不是 共产主义是二十世纪人类最大的灾难呢 共产主义这个一个美好的理想中死了多少人 人的罪可以充分地用崇高的名义来发挥 可以以崇高的名义来杀人 布尔布特 捡摩带的这个共产党领导人 把国家杀了三分之一 我去了那个杀戮战场 我去了 他们都不进 我进去 我哭着出来 我大概一个月我都不能康复恢复我的心情 我看到那么多的骨头 那么多的孩子就被他们拎着腿就给摔死 他们杀人甚至不用枪 因为浪费子弹 因为他们贫穷 他们非常残酷的 我都不能讲 我跟于先生讲 于先生说 不利以后讲不能讲得那么具体 我这个年龄 我的心理承受能力都受不了 这就是主义 斯大林主义不是伊斯 希特勒一样 对不对 国家社会主义一样的 今天美国所谓的政治正确 下一步也是一样的 一样的 所以耶稣说这道贼来就是偷窃杀害毁坏 真的是如此的 在一个正确的观念里面 做一些违反上帝的事情 现在在我们加州 如果你要想变性 你不需要经过你父母的同意 你父母如果不同意 你就染上官司 从今年1月1号 我们的州长纽森 已经签署了一个SB160法案 鼓励人变性 那天我做了一个节目 我在我的谈天说题 大家有多少经过谈天说题 听的去说有没有 这不少啊 谢谢你们多点赞啊 给我推广 很多牧师不敢讲这个 一讲就碰了政治 你知道吗 可是你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啊 你的孩子在这种危险试探中啊 那你做一个父亲 你做一个懂得真理的人 难道你不要把真理告诉大家吗 我说了 我们教会没人少 我们教会永远做得满满的 对不对 有人可恶真理 有人可恶真理 有一个从这个厄瓜多尔来的一个一个妇女 她生了三个孩子 她的第三个女儿叫丽亚 丽亚很美丽 典型的女孩子 在13岁的时候她有点忧郁症 妈妈跟校区 阿基迪亚是我们罗里最好的校区 对吧 这个陈牧师知道 阿基迪亚 那房子最少都得一百万以上 甚至都不止一千万的都有的是 为了那一个校区 很多的父母就拿换租房子也住在那里 他也是 他不富有 他租个房子在那个校区 他就告诉校区的辅导员 说我的孩子有些忧郁 你们注意一下 辅导员就跟他说 你为什么忧郁呢 因为你的性别错乱 你性别错了 你如果解决问题 你就不会再忧虑了 给那女孩起个男孩子 名叫安德鲁 回来 她准备做变性手术 妈妈 妈 不能忍受 跟女儿吵起来 打了女儿一巴掌 就被带走了 她上法庭六个月都没有要回来 这个孩子就开始注射雄性激素 然后做了变性手术 做完以后 她还没有解决她犹豫的问题 但是她13岁的孩子都会有这个问题 我13岁的时候也忧虑 天天想怎么自杀 怎么死好 怎么死都不太好死 你知道吧 然后跟父母一吵架 就灰心了 对不对 反叛 我也是啊 都有啊 13岁的孩子 她荷尔蒙迅速的发展 她的心智没有跟上 没有辅导 没有帮助 她当然会忧虑 我很感谢主 你们绞生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为了社区 为了孩子 为了青少年 非常有益 不见得立刻说 你传福音 你一个信耶稣 是帮助他们度过一个人生最危险的 从13岁到20岁 是人生最危险的年龄 他们那个时候有正确的辅导 信仰 上帝的话语的坚固 他们就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这个世界引用他们 他有问题 后来这个孩子 他活到了20岁 他要恋爱了 他发现他男不男女不女 他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 他搞不清楚他 他只有选择自杀 他是在我们洛杉矶那个火车前面 他跪在那个铁道上 面向火车举起双手 火车把他撞碎 现在这个母亲告阿克地亚校区 告不赢 加州的法律不为他做主 所以耶稣说 盗贼来 弟兄姊妹 盗贼就在你的身边 你以为盗贼就是偷你东西吗 盗贼偷你的思想 偷你的儿女 现在我在加州 我鼓励弟兄姊妹开Homeschool 现在政府跟我们家抢孩子 跟父母抢孩子 给你带走 抢走 你拿不回来的 这不是到底是什么 这不是到底 这牧师不该说吗 我放那个视频 是那个姐妹流着眼泪在讲 我的女儿丽亚多么美丽 我看那个照片 她很漂亮的女孩子 后来她死了 她难道不该说吗 后来我们教会一个年轻人给她 后边下上中文字幕 翻译出来 大家起码我们可以祷告 我们可以祷告 让人清醒的认识到 我们所面对的一个环境 是什么样一种环境 做父母的该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儿女 所以耶稣说 盗贼来是偷窃杀害毁坏 什么意思呢 除了上帝以外 不管是共产主义 文化马克思主义 甚至所谓的在民主自由的情况下 那些所谓的政治正确 都是盗贼 他不是偷 他偷你的思想 刚才我讲的例子 他偷你的生命 耶稣说我来了是让你们得生命 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 这很重要啊 所以这个少年官他来找耶稣 他说良善的夫子 我的老师 我当做什么可以生入永生 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 这是我们读圣经我们都懂 人人都犯了罪 亏据上帝的荣耀 我有神 所以这个少年官他知道耶稣是神 知道了吗 对不起 麻烦了 你来说罪行 有不良善的 相当给你 咱们看你 咱们看你 怎么能放在作宝贝 有不良善的 此前面 你给他做了 明相 when 你还可以 丶小瓶 有良善 那么 他也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 为什么人不想死 人老寻求永生 为什么是上连个问耶稣 他不问耶稣 我的金钱怎么可以赚更多 哪个领域赚钱更多 是股票呢还是房地产呢 他没问这个 他问的是关于永生的问题 因为永生上帝放在他的里面 所以人是永生的 明白 所以感谢主 那当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的时候 我们看这段经文 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说 我这句话写给你们信奉神 儿子之名的人 就是信奉耶稣的人 要教你们知道自己 永恒中 我们今天啊 我在神院 我倒是讲系统神医学 他会举个例子 他说今天啊 我们那个那个那个 我们那些教授 是台湾来的 这个 他说这叫滚滚红尘 滚滚红尘 他有一首歌吧 滚滚红尘 天地悠悠 过河踪踪 潮起游潮落 是吧 滚滚红尘吧 滚滚红尘 有始有终 但是你进入永恒 就没有终了 明白吗 那这个没有终了 这是一个挑战啊 是好事 也是挑战 那如果你在这个 没有终了的日子里 你很痛苦 那很惨啊 你说 结婚 快乐 新郎了 新娘 哎 然后结果婚姻不幸福 离又离不了 没有终了 这种婚就生不如死 对不对 这很难受啊 你要在活着的期间 了解怎么在永生中 你是一个不一样的 喜乐的 平安的 上帝 有很多的财富的 在那里面 那你今天活的就是不一样 你就是为那天而活的 不是为今天而活的 明白意思吗 你的 你就不会患得患失了 这个很重要啊 这个 这个观点非常的重要 所以当我们知道 我们最有永生的时候呢 约翰福音十七章 约翰又讲到 认识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 他所拆了的耶稣基督 这个就是永生 那什么是永生 认识神的福音 认识耶稣基督 承认我们是他的门徒 承认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就在永生之中 所以福音呢 这为什么叫福音呢 好消息嘛 什么叫福音 说传福音 传好消息 你有永生的好消息 对吧 福音 good news 好消息 所以人们当一个传福音的人 是应该备受尊敬的人 因为他把好消息给你了 什么叫好消息 一个人得了癌症 医生说活不了几天了 大概你的生命就是两三年 或者两三个月 那你有什么盼望 你头一天快快乐乐的 医生一说你回来 你就忧愁了 对不对 你就害怕了 就怕又来了 你去检查身体 医生说快回来 你半条命就没了 差不多 就是这样子 可是当你有约了永生 这些就不是那么太在意了 因为在永生之中 我就结束我滚滚红尘 我进入到永恒之中 那我们靠什么 我们就靠信耶稣 人有了神的儿子 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 就没有生命 那么这个就是 很重要一个观念 第二点我们看到 这个他俩的对话 再往下看 这个年轻人跟耶稣有对话 耶稣说 诫命你是晓得的 就十戒嘛 诫命 十戒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戒 不可亏负人 当孝敬父母 耶稣没有讲前四戒 前四戒都是对上帝的 犹太人非常懂 那么后四戒 是表示我们生活中的 我们与人的关系 与父母的关系 与朋友的关系 与世界的关系 这个 与这些关系 是人之长伦 那么 少年官司 夫子 这一切 从小我都遵守了 好不好 这个人呢 我们小时候 都会遵守这些吗 孝敬父母 我觉得我们做的 绝对不够 对吧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 连父母都不管 有的甚至 我们北大的 是哪个学校的 把母亲给杀了 不给钱 对不对 给他判了死刑 现在 服役 维持原判 那 不可杀人 这个也很难 耶稣说 你见到一个人 你恨他 你就已经杀人了 像我刚才讨论的 吃那个 吃那个 那个豆腐做的 那个 那个 那个炒肉花一样 道理一样 你已经吃了腰子了 我告诉你 你按照 耶稣的观点来说 虽然你豆腐做的 你看佛教徒 他虽然 我不是批评佛教徒 他说我吃素 可是他还把它 做成肉的样子 他给 引起他的 欲望 食欲 欲望 按照圣经 这十节观念 你已经吃了腰花了 你知道吗 因为 不可杀人 你见到人 你恨他 就杀了 不可奸淫 不是你跟着 一个妇女上床了 是你见到一个妇女 你心里动了 那个不好的念头 就已经犯了奸淫了 这个超过 旧约律法 在西约的律法中 对不对 那今天这个 帅哥美女的时代 这个错误太多了 灰头绿 那全是犯罪了 你知道吗 看一个女孩过来 打着哇刷过去 那你都已经这个了 不可偷盗 你贪恋 想念别人 你妒忌别人的财富 你就犯了罪了 不可做假见证 撒谎 善意的谎言 也不可以 我们 所以我们教会常常会有些 这个来申请避难的 老师牧师啊 你要给我上庭啊 这个我们移民局官员在这里 我上庭 我不会给你上庭的 为什么 我说你没怎么来教会 你受洗了就不见了 现在半年过去上庭 你又来找我来了 他说他有什么关系呢 你爱我吗 我说我爱你没有错 可是我不能撒谎 我不能做假见证 比如 移民官问我 这个人在你的教会 他每个礼拜 他都能来做礼拜吗 我怎么说 我说没有 那你就完了 我说有 我就欺骗了移民官 我也欺骗了上帝 所以你最好不让我去 你自己去撒谎 我不管你 你不能让我跟你撒谎 那你自己去 你能不能拿到 那你拿到了 你感谢主吧 神连命你 你拿不到 感谢主 你没有来过教会 所以我要求你 你必须在小组里边 如果你半年都在小组里 小组长告诉我 不仅里面天崇拜 周末天来我们小组查经 我说 那我会为你去 我在移民官宣誓的时候 我没有说谎 这个谎言 善意的都不能说 即使帮助人 也不能说谎言 那这个 这就是耶稣的教导 所以你说 这个诫命虽然十条 严不严厉 非常严厉 你做不到的吧 可这个少林 我说父子 这一些从小 我都遵守了 我觉得 他理解的是 犹太人的律法 他不了解 耶稣基督的 心有的法律 律法 心有的律法 是里边 生活外边的条条框框 是我们内心 比如说你说 我爱 保罗在讲爱的过程中 他讲了两个观念 他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 他怎么说 他说 爱是不亏欠人的 这个 就是指这个 被动的爱 被动的爱 就是 有没有指给我找一个 我这眼泪流眼泪 他自己会流的 那么这个被动的爱 就是表示 这个 不亏欠人 不亏欠人 好 谢谢 那 他还讲了一个 谢谢 他还讲了主动的爱 主动的爱 是 常以为亏欠 你觉得有没有区别 被动的爱 是不亏欠人 那主动的爱 是常以为亏欠 你要觉得 常以为亏欠 你的弟兄姊妹 你就不会 论断他 找他毛病 说都是你对不起我 你要常以为 亏欠你的妻子 你就会常说 我爱你 你要常以为 你亏欠了美国 你逃到美国 美国给了你绿卡 给你送 你就不会 这个 偷碎漏碎 你就会 做你公民 该做的 这个 主动的爱 是基督徒该有的 就是常以为亏欠 我们亏欠了 这个 我们的父母 我们亏欠了 我们的儿女 我们亏欠了 我们的配偶 我们在教育里 亏欠了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幕会二十多年了 福祉主二十八年了 我常常觉得亏欠主 所以我常常的 觉得我 我常常做不到主的要求 那外面的步道 定了的 这些都明显的 我在不能做 我就更亏欠了 那即使我去了 我还是觉得亏欠 你看今天 我跟你们讲 我发音不准 流眼泪 也不是感动的 这是物理性的 这个有病 然后呢 这个 我还晕悬 我一直扶着他 我还怕我倒了 我觉得亏欠 我应该好好给你们 讲得非常精彩 给你们讲的 这个一篇道 但是 我能感觉到 我是亏欠主的 所以那天 我在发我的推特 我说 到佛罗里达 那么多人来 来报名 可是我 戴着口罩要讲 因为嘴 那时候歪得比 现在厉害 就看着很难受 我就戴着口罩 我觉得我很亏欠你们 第二天 他们不让我带 我就不带了 我说没关系 我今天我就 更没问题了 我还有同伴 陈牧师跟我一样 所以我们觉得 我们的软弱 因为我们不是 把容貌给人看 我们是把我们 跟主的关系 告诉大家 我们怎么去建立 更美好的关系 使我们的人生 更美好 这个不一样 所以他没有 完全遵守 他也遵守不了 他这个有点 自以为意 但是耶稣 看他 就爱他 我们今天看看 这个少年观 可能遵守这些建议兵吗 我们认识一下 摩西的律法 我们知道 在摩西带领以色列 离开埃及的时候 离开埃及的奴役的时候 他们来到旷野 上帝给他们一个律法 这个律法 实际是人类的根本大法 到现在有三千五百多年了 这个历史 那么这个 这个律法书成为 全世界 包括我们今天生活的 美国的法律的根基 我们看这十条 我这样我来看看 我让你们看看 这个实际在美国国会中的中心地位 美国 这个大家看到 这个是国会 国会上面有很多 很多的人的雕像 很多的雕像 这些雕像呢 都是 就是可以说是 在法律上 最有建树的那些人 像孟德斯丘啊 这些都有 都有 那么美国的这些先贤呢 他中间有一个人 是摩西 这你们看到都不知道 我去参观的时候 这个南西波罗西带我们参观 不是这次 这次是三十周年 他见我们 然后我们去了 那么这个 我来 刚来到美国 南西不是议长 是议员 他带我参观国会 他就问那些人 你认识几个 我都不认识 长得都是大胡了 美国人长得差不多 那个都是 长得像马克思 恩格斯的 我也不知道谁 但是中间那时候我认识 我说那是摩西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我信主吧 律法是从摩西来的 这是哪里的话 约翰福音 对吧 律法是从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是从基督来的 大家了解 这个恩典和真理和律法 这是基督徒一定要了解的 那么 摩西所办法的实践 原来在美国的国会里边 就立在门口 在任何的省州的国会 都是放在门口的 州议会 在学校 也是放在门口的 在校长的办公室 要挂在他的后边 现在全部拿掉了 美国以后都拿掉了 那么这实践是什么实践 大家看 这个他的中心 第一届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除了耶和华 上帝这一位神 你不能有别的神 你有别的神 你就办了偶像 对不对 那么我们今天人神很多 今天可能是我们的神 因为你崇拜他 那爱情也可能是我们的神 很多爱情至上主义者 恋爱失败就自杀了 因为他的神没了 神一没了人会死的 没错 对吧 有的健康 是我们的神 我们健康失去了 我们就没有神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上帝说 除了我以外 你不能有别的神 有别的神 你活得不会快乐的 你会 这个 你一定把这些所有的 能够影响 神在你生命中的 掌权的那个关系 那个东西拿走 你才能够认识 这位真正的神 第二 不可谓自己雕刻偶像 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能侍奉他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 有的偶像是明显的 像有些的宗教 中国的民间宗教 造王爷 菩萨 各行各业都有神 他的神 唯区 不要真神 他都是人造的神 我说你可能说 你基督教 当然说 那请问 关公是神吗 关公是历史人物吗 对不对 三国演义里的 耍大刀的 那刘备 刘关张 大家都知道 可是现在关公 成为黑社会的神 台湾你知道吗 台湾黑社会 就拜关公 关二爷 咱们能结拜 这是他们的神 但你不要奇怪 我在台湾生活一年多 台湾的警察也拜神 也拜关公 所以中国人 自古以来 警匪就是一个神 他们一个神 一家人 那么不奇怪的 对不对 妈祖是渔民的神 妈祖是一个 这个 一个渔夫的妻子 他等待着丈夫回来 账户淹死了 没有回来 后来他就帮助那 所有的遇到传难的渔民 所以大家为了纪念他 盖一个小庙 这庙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后来成为整个的台湾的大神 这不是人造的吗 对不对 这人造的吗 他就是一个善良的农妇 他不是神 所以你叼这些偶像 都 你又侍奉他 给他上乡 尊崇他 这是不对的 那么 那我们东北人呢 还有个神 黄鼠狼 您知道吗 有没有东北人 就是我们叫保家仙 对不对 东北人保家仙 就是黄鼠狼 什么叫保家仙 就是黄鼠狼 东北人最多的信仰 信的就是保家仙 你到农村去 可能有50%人信保家仙 比例极高 比你信耶稣的还高 但你向他们传福音 一点都不难 我在俄罗斯 大批东北人 跑到俄罗斯 我去一步道去 全都拜保家仙 他们讲见着 保家仙是黄鼠狼 黄鼠狼怎么保你家 偷吃你家小鸡 怎么会保你 他就是 他敬畏他 敬畏他 给他上吃的 我小的时候 我的二伯父 都文革的时候 都偷偷拜这个保家仙 他在他那仓房里边 挨着一个 神位 就是 黄鼠狼的神位 然后他放上吃的 馒头啊 豆包啊 对吧 然后他弄点粉条 用火烧一烧 那粉条 就这个样子的 他插在那 然后我进去 他说饿呀 因为吃不饱 他都给黄鼠狼吃 不给我们吃 我跟我的堂哥 我们俩累了 饿了就偷偷地 钻到仓房 就把他那个 馒头啊 豆包都给偷吃了 然后呢 玩伯父一看 哇 这大仙来吃了 再加上 他加上我们就吃嘛 对 然后他旁边有对联 我都记得很清楚 这左联写着叫 出 进身山 修真养性 右边是 出五洞 四海扬明 哇 中间是 胡黄二仙之位 你看 这个人 他 他怎么不拜偶像啊 那上帝 为什么叫 你这黄鼠狼又骚又臭 你拜他干嘛 对不对 他就是这些人 就是愚昧到 这种东西他要拜 我发现 拜黄鼠狼是最自私的人 因为他的意思说 你别来我们家吃小劲 你到别人家吃去 他就这观念 这个就是 人的自私 就可以到这种程度 他把神都当做自私的 那这个 第三届 不可网仓耶华你的名 就不能随便的来称颂他 说他的名 我们 一句话是 Oh my God 这个就不好 这个不能随便把上帝的名字拿来 你不能把你爹的名字随便说 对不对 像美国随便说 爹叫皮特 皮特 对 我不习惯 我们在中国就叫爹 对吧 那得有事 到爹跟那儿爹 都得有尊敬的养物 今天这个 不把神当做神 这是不对的 第四届 当纪念安息日 首位圣日 这前四届 都是关于对上帝的 后六届 是人伦的 当孝顺父母 第五届 就是关于讲父母的关系 使你的日子 在耶华你神所赐的地上 得以长久 你要记住 这句话非常重要 孝顺的人活得长 孝顺的人生命 这是上帝的应许 所以我们要做孝顺的儿女 对父母 那我们的儿女 也会孝顺我们 榜样 孩子会看父母的 然后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奸证 陷害人 这个假奸证 有的时候你撒着小谎 上帝不喜悦 但是也没怎么样 你要陷害人 那就错了 对吧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 不可贪恋人的妻子 奴婢 扑婢 牛驴 并一切所有的 这个就涉及到 美国的 这个私有财产 不可侵犯的问题 就从这里来的 那这个 这个你看我 我今天看你 让你看看这个 佛教的十诫 也很有意思 第一诫不杀生 有没有 基督教里有没有 这都是从十诫来的 因为十诫是最早出现的 佛教大家知道才2000年都不到 对不对 那这个是3500年前的 我们刚才说的 第二届不偷盗 第三届不奸淫 第四届不网语 第五届不饮酒 第六届不穿华丽衣裳 第七届不歌舞观听 那第八届不坐大床 就不懒 不能坐在床上不起来 早上起早就起床 第九届不飞时时 第十届不拥金钱保物 那这个就不对了 那上帝创造的一些 需要你管理 你还是可以管理的 但是你要知道 你是替上帝管理 不是自由 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去奉献 做慈善 帮助人 因为他知道 这些是上帝给他管理的 我听过好多美好的见证 他们是非常有金钱的人 但是他们没有把金钱当作上帝 他们把金钱当作 当作上帝给他管理的 使用他的恩赐和智慧的能力 我读过张文亮的一篇文章 大家知道张文亮最近很痛苦 我也常常在脸书上安慰他 他妻子去世了 夫妻太相爱了 去世了他就非常痛苦 他天天想自杀 想自杀 有一天 他就遇到一个人 那时候 你是张老师吧 他说是 那你干嘛 他说我想跳河 那个河就说我想自杀 那时候太巧了 我也想跳 他一起跳 他说你还遇到这种人 然后他俩 结果他俩都没跳 你知道 都是人生有些 一个是因为爱情 太爱太太了 太太走了 自己没法活 今天能够爱到这种程度也不多 对吧 那有的人还是恨不得太太走 换个新的 你知道吗 这个张 张作家 张教授 就是这样的 爱太太 当然还有一个 他自己的软肋 他不会做饭 太太走了 吃不着饭 你知道吗 他不会做饭 那么他讲了一个故事 我听了我就特别感动 他说有一个 在纽约西巴 有这么一个朋友 请他吃饭 他说这个人是发明这个什么呢 发明这个警报 警报器的 他家四处都是警报 摄像头 这是他发明的 中国今天全国都是摄像头 跟这个哥们有关系 他发明的摄像头 他家保护得特别好 因为他家太富有了 他说到他家吃饭 他是大学的 伯克利的同学吧 好多年 他们非常成功 他说所有的 非常讲究这个晚餐 所有的餐具都是叫兰花池 非常精美 贵重的兰花池 他说对顿饭 我不仅享受了食物的美好 我也想到环境的美好 两个人非常成功 但两个人非常的爱住 他说十年过去了 有一天他接到这个朋友的信 告诉他 说我们把所有的都奉献了 我们夫妻现在在希腊 租了个房子 我们准备在这里生活 他们成立了个基金会 帮助穷人 帮助那些非洲的穷人 兰花池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他说在希腊那个小街道 他们在租了一个 就一个店面的旁边 租了一个小公寓 他们在这很快乐地 请他们喝咖啡 再没有兰花池 再没有什么 但是他们坐在那里 他们面对着大海的时候 他们心境何等的美好 他又回到了 他们当年读书的时候 一个人的世界观 决定的金钱观 决定的金钱观 他愿意帮助别人 所以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律法的问题 凡有血系的 没有一个因行律法 能在神灵面里称义 因为律法本身让人知罪 这个法律上 知道我们不对 委员了法 比如说你这个高速公路 495开车是70m 限速你开了71 你违反了律法 那人不可能 受得到 对吧 但是呢 耶稣基督的恩典 可以让我们 得以救恩 所以罗马书说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据了神的荣耀 每个人 everybody 都犯了罪 所以为什么基督徒敢于说 我们自己是罪人 不是因为我们 犯了罪成为罪人 是因为我们是罪人 必定会犯罪 这个关系要调过来啊 你今天可能 你像守律法 守守守守 守到有一天 实在守不了了 你还是守不了啊 对不对 你还是犯罪了 因为你是罪人 你要了解这个 你就轻松了 你就不能用律法来要求自己 乃是知道 你在基督的恩典里面 光照你 使你知道哪些可做 哪些不可做 那可做可不可做 它有什么标准 有一个标准 我告诉你们 要记住这句话 这是我一生中 我的一个体会 保罗说凡事都可行 不一定有益处 就是凡事为荣耀神而行 我的理解是 你做事情要荣耀神 造就人 就去做 如果既不荣耀神 又不造就人 那就不要做了 这个就是 你能够 自由地 在一个律法的里面 成全律法 靠着基督的恩典 来成全 所以保罗说 你看 如今你们蒙了神的恩典 恩典是什么 恩典就gif的 是礼物 比如说我 我欠了很多钱 那 这个 这个 这个我欠钱的人 告诉我 你不用还了 我免了 这叫恩典 有这种好事吗 没有 基本没有 我有 上帝在我身上 有很多的神迹 我在美国住院 住了一年多 我在台湾也住了一年多 我欠了很多钱 我在台湾欠了将近两千万 台币 我在美国欠了将近两百万美金 我来到美国还没有赚钱呢 我那儿在普林大学做访问去 这儿工资两千 我就 第一年我就欠了两百万 第二年我就欠了两千多万 我这人也挺能欠啊 我在美国九年没有credit card 没有credit 没有 我九年没有银行账号 你们谁都比我强 没有我这么惨的 没有保险公司给我保 你知道我这个病 在美国化疗 往到台湾患肾 肾衰 没有人给我保险的 没有公司给我保 那当然你别承想 你还有女朋友 没那事 对吧 怎么会有女朋友 谁嫁给你啊 哪个嫁你的人 那不傻吗 所以我常常感谢主 把我太太给我 我常常夸奖我太太 真有眼光 你就在我最悲惨的时候 就那么有眼光 就知道我是浅力主 你看啊 他知道浅力主 这个了不得啊 一般人都看你的外貌 不会看你的浅力 但是他信主 那信主的人 我太太是博士啊 86年来美国读博士 91年就博士毕业了 生化博士 Ohio State生化博士 现在读第二个博士 心理学博士快毕业了 现在有执照 来加州的心理辅导师的执照 改行 有人想改什么改什么 就念博士跟玩似的 天才 他复旦的 复旦的就是化学系的高台生 这个 你看啊 这个恩典 我给你讲过我恩典的故事 我回到美国 我当时我住在普林斯顿医院里面啊 一个晚上我的病房是 多少 有的说两千 有的说一万 不管多少 反正我到住了不到一年啊 就两百万的账单 我进去的时候 布什总统老布什给我写了一封信 说你是勇敢的人 这个用fax传真啊 传到了医院 院长一看到总统夸奖的人 就给我换了全医院最好的病房 我的病房里边是套间 外面是会客厅 那刘弥晏苏康他们来了 看我都坐在会客厅里高谈阔乐 也不在我那边痛苦声音 他们更不管 说你看这家这美国医院这设备 哎呀 我说你是看我来 是看医院来了 你知道吗 哎 这其实很新鲜 你住这么好的一个病房 我当时很担心 我付不起这个钱 我就问我的医生 我有一个医生 姓廖 据说是廖成志的侄子 他是麻醉师 其实 但是我英文不好 因为他就得来 老跑着来看我 给我翻译 我说这个病房 多少钱一个晚上啊 他说我也不知道 可能 两万 我说两万 人民币啊 他什么人民币 美金 他说 后来一问说没有 不到一万 哎呦 我也想 我一天就一万啊 我预工资两千啊 我这么一算 我不能住啊 我这讲来 我出去 我不完了吗 凶黄蛋吗 我知道欠债要还的道理啊 那我就跟医生申请 能不能换便宜的 医生看着我 他说 你没有保险 对吧 我说是 他说这是麻烦 他说便宜的也不便宜 其实 那你便宜的 也得几千块钱 一个晚上嘛 对不对 那你住 美国你住一个礼拜一院 你肯定 五六万的账单啊 你没有这账单 你出不来的 那你没有保险 那 但是美国很好 你没有保险 他不会把你扔出来 他继续给你治病 这是这个国家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很感谢这个国家 给了我一个出路 给我一个生命 他保护了我 给我避难 他还医治了我 我感谢这个国家 我觉得我 我对这个国家亏欠 我做不到 所以报税 我都会多报一些 那奉献 我会多奉献一些 那因为 我过去什么都没有 结果 后来我那医生 也挺幽默 他是 他是香港来的 廖医生说 你有钱没钱呢 我说我没钱 他说没钱 你怕什么 在这个国家 没钱是不用怕的 我一想 这个没钱 在任何国家都是不怕的 我在中国也有句话 无产者是无所畏惧的 造反其家都是无产者 对不对 怕什么呢 我就真就不怕了 他另外 后来他跟刘彦说 我顶多活两三年 我一想活两三年 我怕什么 对不对 我也不用还了 那我当然要住好的病房 上天囊之前 住的舒服一点 没想到 没死成 活了 麻烦就来了 我在台湾住院 也是一年 台湾是 辱民总院 免了一半 这是中华民国 当时这个 这个有几个官员帮忙 有马英九 有徐立农 马树里 他们帮忙 给我免了一半 另外一半由台湾 其实是中华民国政府出的 但是他用一个民间组织 叫旧总 大陆栽包旧细总会 除了我另外一半 所以我在台湾 青云松松离开台湾 回美国的时候 我是 不欠钱了 免了 回到美国 这个账单就交给了 讨债公司 医院不给你寄的 寄两次 就交给一个 专业的公司 每个月 这么厚一罗了账单 哎呦 那我一打开翻 还没得翻到最后呢 就一百多万了 我一看 哎呀 我当时就觉得 我的人生没有前途 有钱也得还他呀 对吧 怎么生活呀 后来我就丢啊 我看都不看 要不看我会忧愁 扔垃圾桶去 卖废品 那么厚 我还是留了一套 因为这是我的什么病 里边有记载 对不对 我哪个账单欠什么 后来他就给你打电话了 催你了 知道吗 打电话 我一听是 讨债公司的 那我就血压高 我就说 I do speak English 他说那你讲什么 Mandry 过两天 给你找一个 讲Mandry的 还是什么人都有 那这个是个香港人 打电话说 赃钱 赃 还钱了 我一看 你不能说 你不懂中文吧 对吧 你耍来也不能 耍到那种程度 对吧 你就违反世界了 撒谎了 对啊 当然我英文讲不那么好 我可能听懂 听不懂 对 我不能跟你说 yes 我跟你讲 听懂听不懂 你就不能说yes 就说I do I stand 你一定要了解 在美国不能说yes 随便说yes 我告诉你 那麻烦 他这人跟我说 哎呀 我真的是 有一天我就 跟我们神院院长 那时候我都奉献给主 读神院院 我说 我欠了很多钱 院长给我祷告 原来挺快乐的 一打电话 我就不快乐 院长说 来来 我们读圣经 这个圣经里有生命 有道路 那带好了 毒 他给我毒 你们看天上的飞鸟 也不种 也不收 也不居于在仓里 天赋地养活它 你们还怕什么呢 我说那飞鸟会飞呀 我飞哪去 我有社会安全号 搬家他就跟过来 我从New Jersey 我搬到了华盛顿 跟过来 华盛顿搬过芝加哥 芝加哥跟我 芝加哥又搬到了 若萨基又跟过来 我都没通知他 他就跟过来 你知道为什么 你有社会安全号 你走到哪里 他都知道的 当然他说 所以你要喜乐 不要被环境约束 你既然都还不起 你忧愁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是啊 还不起 我忧愁有什么意义呢 我又能还起 我忧愁了 我借点钱还了 我这几了那么多钱 结果有一天 我在祷告会回来 挺快乐 这个人有打电话给我 我一接 我很快乐 心情也不一样 我就想跟他聊聊 他说张先生 你还钱了 你又定个还钱计划 你这个怎么样 我说以后你别找我 你找我就不快乐 他那我工作呀 那怎么办 那也不是我欠钱 你欠钱 我说你以后就找我阿爸 他说你阿爸 你爸得大陆发财了 我说我阿爸得天上 他说你爸死了 我说你爸得死了呢 我说那是上帝 但是我爸还没死呢 我告诉你 他说上帝你阿爸 我懂了 阿爸父啊 我也是 那也是我阿爸 他也基督徒 我一听就很高兴 咱主内的弟兄姊妹 我说那你是一个阿爸 你要什么钱呢 他说那阿爸给不给你 我怎么知道啊 我说那你牧师没教导过你吗 你要想了解阿爸的心意 你祷告啊 他说啊 你欠钱 我祷告 哎呀 这世界有这种事情 我说两个人祷告 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 你去查一查 两个人 同心合一 无论求什么 上帝都成全 他说哪两个人的 我说我和你啊 他再也不打电话了 打电话给他开祷告会 哎 你看 真的就不打了 一年多次都没打 考虑说 我也就忘了 欠钱 就是欠别人很容易忘 别人欠你很难忘 睡不着觉 也得把他要回来 欠钱很容易忘 忘了就快乐 再不能记在里面 不快乐 我毕业那年 是2000年 我深远毕业 上帝给我俩礼物 我女儿从中国来 中国政府给她护照了 来了 第二个 就是这个 姐妹打电话给我 我毕业典礼的前两天 他打电话给我 他不叫张先生 他说张弟兄 阿爸给钱了 我说真的吗 他说真的 我给多少 他说百分之百 你的账单免了 我那天 是我十多年 最快乐的一天 那几天 我觉得我福事主 读神医院 上帝都把我的 一切的重担 他都知道 他都给我挪去 我的女儿来了 十二岁 我毕业 他岁一觉就参加 老爸的毕业典礼 你看他这多好的礼物 想了他八年 我跟他封业了十二年 对不对 我来到美国 一直给他办都办不来 没有护照 来了 然后这个 张得人免了 感谢神 对不对 我那天 我突然想到一个 神学问题 恩典 我明白了 什么叫恩典 恩典就是欠的债 不用还了 你欠的债 有人替你付了 我们在这世界 犯了那么多的罪 我们的罪债 是经不起 上帝的光照的 上帝的光一照 我们就现原形了 但是我们的债 免了 你这耶稣 就在十架上 为你死了 他免了你所有的债 一次全部付清 用他的身体 用他的生命 用他的鲜血 全部付清 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 回到父神的面前 是不欠债的人 恩典中的人 这个就是恩典 所以你想到这个恩典 每天就在你的身边 就是福音 他临到你那儿 就是把恩典给你 所以我们不可以 因着我们自己 为义 我们要 因着基督的救赎 因着基督的恩典 白白的诚意 神设立耶稣 做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这段话讲得非常清楚 对不对 大家一读 就明白了 感谢主 最后一点啊 放弃福分的少年观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 我很妒忌这句话 耶稣看到彼得 就爱他 有没有 没有 耶稣看见约翰 就爱他 也没有 约翰看见 耶稣看见 门诺之说 你跟从我来 他见到彼得 你跟从我 我让你得人如得鱼 他看到那个马太 你跟从我来 马太就放下碎关 就在碎关起来 跟从耶稣 他没有说 就这段描写 说耶稣看他就爱他 对他说 你还缺少意见 去变卖你所有的 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跟从我来 这句话告诉我们 我们要存财宝在天上的 天上是非常现实的 一个地方 不是你虚幻的一个地方 是真真实实的存在 真真实实的存在 你读书 它是个物理的存在 人复活 不仅是灵魂 是身体的复活 所以你要 如果你要不相信这个 那你信这个 这个主 好像你还是 跟佛教的关键差不多的 所以 耶稣告诉他 你要最好的 你要放下暂时的 追求永恒的 你要放下你的财物 你才能有真正的神 你才能有真正的信主 而且你要跟从我 跟从耶稣 就是要吃苦 为他舍弃生命 马丁路德说 耶稣呼召人 去让他 让你为他去死 殉道者 这个传福音的这个词 传福音的 其中有一个希腊词的含义 就是殉道者 也是见证人的意思 见证人就是殉道者 一个意思 少年官听了这话 脸色变了 悠悠绸绸地走了 因为产业很多 那么从这里看到 这个少年官在这个时候 这个产业是他的上帝 是他 不可以放下的 对我来说 耶稣是我的神 是不可以放下的 世界我什么都可以放下 唯独耶稣 因为 他爱我 他不仅是给我 医治我身体疾病 把我带到美国 不仅是这个 因为他使我的生命 更加的丰盛 他使我知道 我可以活得不再一样 无论环境如何 无论别人怎么看我 在主的里边 我是他的孩子 他都保守我 他不仅保守我今天 他保守我 给我很多苦难 但是他会带我 走过苦难 是我明白更多的道理 一个传道人 没有经过苦难 他的信息是轻的 如果他经历苦难 他都能体会在苦难中的人 我们今天看到 世界那么多苦难人 来到教会 那我们今天 我们很顺利的人 我们很难理解他们 对不对 保罗怎么说 神让我们所经历的苦难 是让我们可以安慰在苦难中的人 这个很重要的基督教一个观念 所以这少年官 变了悠悠愁地走了 他丢弃了最美好的 马太福音 耶稿说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他心也在哪里 耶稿是我们的财富 我们的心就在耶稿那里 因为感谢主 所以耶稿也说 人若撞了全世界赔了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的 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 所以你眼前的困难 不算问题 只要你认识主 他会带领你走过去 问题是 你的世界观 要有一个全新的改变 我们前一段 这个老谈三观 三观同还是不同 三观同能做朋友 三观不同不能做朋友 我也能够理解 那什么是三观呢 很重要一个 就是世界观价值观 这世界观 就是你怎么看世界 我们小时候读哲学 什么叫哲学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 什么叫世界观 世界观对世界的看法 这我们都有标准答案 那你怎么看世界 你怎么看 今天的一个又一个的法案 你觉得你怎么看 世界的世界观 对不对 你怎么看走线的人 苦难中的人 世界的世界观 对不对 那你怎么看 今天的中国 中国政府对基督教的逼迫 对中国的百姓的 这种残酷的统治 你怎么看 涉及到你的世界观 那你怎么看 你的邻舍 也涉及到你的世界观 你怎么看 你的丈夫和妻子 也涉及到你的世界观 你怎么用什么样的 价值观教育的儿女 也涉及到你的世界观 那一个人信了主 是什么样的世界观呢 耶稣 他看什么怎么看 我们就怎么看 圣经怎么看 我们就怎么看 圣经反对的 我们就反对 圣经主张的 那我们就去推广 圣经要传扬的 那我们就去传扬 否则我们怎么能做主的门徒呢 怎么向主教让呢 有天我们到主那里 上帝说 那我让你做什么都不做 让你左你偏右 那你就不配在这里了 对不对 那些忠心的良善的仆人 可以享受着主的言习 主说可以在我这里 享受我的言习 感谢主 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 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了吗 所以耶稣基督 我们有了耶稣基督 就有了一切 讲小故事我就结束了 我在加州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conference 一个美国的牧师讲道 他讲到我用了个例子 我就特别的感动 我就一直哭 那个例子感动我 我流泪 哭很长时间 我一想到那个老父亲 我就哭 他说 有一个 加州有个富有的老富翁 他就一个儿子 独生子 那么这个儿子后来当兵了 他所有的财富 都是留给孩子的 老伴去世 他准备给孩子 结果孩子非得要当兵 去参加越战 那么大家知道 当兵九子一生啊 有危险的 老人家是不想让他当兵的 但是孩子大了 父母的话也不见得都听 他有很大的房子 面向大海春暖花开 他那房子里有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古董和名画 他是个收藏家 墙壁上挂的画都是 非常的有价值的画 那么他准备都留给儿子 结果儿子是被地雷炸死了 他为了救一个小孩 小女孩 他踩到了地雷 他把小女孩扔出去了 他被炸死了 那么这个老人听到了 这个噩嚎的时候 非常的痛苦 他觉得他没什么盼望 因为儿子死了 独生子 他的财富给谁呢 后来老人当然也要去世了 他去世立了遗嘱 当然 对 在他去世之前有一天 上帝给他一个礼物 来了一个 跟他儿子一起当兵的 是个业余画家 画了一幅肖像 他儿子的 挺大 大的画 这个画迹不见得那么卓越 但是 微妙微小地表达了他儿子的表情 对他来说 超过他所有的财富和所有的名画 老人家就把这画放在了 他的客厅的正中央 只要有人来到他家 看他的古董和画作 他都会先介绍的说 你看这是我儿子 很多人不理解 说这个画作 这跟鼻触一般不是名家之首 但对老人来说 那完全不一样 那你要了解老人的心情 一定说 这画太好 这孩子太帅了 你对老人是个安慰 很多人不会讲话 你知道吧 好像我是专家 这不是名画 这也不是达文奇的 也不是罗伦波朗的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人的画 要是不是知道 我们看到我要看你的名画 当那时候老人就不带他们看了 不高兴 对吧 老人走了以后 这遗嘱中有一条 拍卖所有的产业和它的收藏 那么它的收藏是有这个 有这个书的 一个册子出来 全世界人看到 很多收藏家飞过来 所谓捡羊涝 这个把它买走 当拍卖开始的时候 这个律师上了台 拍卖的第一幅画 就是他的儿子的肖像 大家一看都懂啊 这些都行家呀 一看这个不值钱 另外那么大画 往哪摆又不你儿子 往哪摆 没人买 一万美金没人买 一千美金没人买 一万美金还是没人买 因为大家 但是你如果这个儿子 卖不掉 就不往下进行 这律师讲的规则很清楚 结果他那个园丁啊 跟这孩子一起长大 一个南美人 他就觉得 我这朋友怎么买呢 对不对 他虽然没有钱 但是他觉得这个很尴尬 他觉得他要买 他觉得 这是他的好朋友 他不能让他 他这么尴尬下去 他就说 我买 一百块钱 一次 两次 三次 卖了 小吃一敲 卖了 他 挺高兴 拿了花 一看这么大 往哪放 他也没房子 你知道吗 这个人住在房车上 没房子 给他捡草的 就圆丁 但是不管 他拿走了 反正 大家都长寿一口气 说 终于买掉了 我们可以买真正的艺术品了 这律师打开 鱼主 第二条 拍卖结束 大家 诧异 怎么就结束了 还没开始吗 老人的鱼主 谁买了我的儿子 我所有的一切 都随我儿子送给他 送给他了 我那天听了 我就一直 这不就是圣经所说的 这句话吗 上帝既不爱惜 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舍了 既不保 万物一通 白白地赐给我们了吗 对不对 我们信了耶稣基督 我们就得到 上帝所有的福气 圣灵 格勒西说 天父上帝 所有的福分 都有形有体地 在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里边 Amen 所以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就得到 我们不仅得到永生 向你少林观所追求的 我们还得到 今日的福气 所以耶稣说 你跟从我的今日 得百倍的祝福 来日得永远的生命 你们 所以弟兄姊妹 信耶稣 绝对不是个理论 是你生命中 最终极的追求和意义 好 我们来请四行小姐妹 来跟我们谈一首歌 我们俩刚才就练了一遍 我特别喜欢 我来到美国 我在教堂里面 二十多年前 我什么都没有 我真的什么没有 我赤贫 我有的就是账单 所以在神院里边 大家分享 同学们说 他放下公司总裁 他放下工程师 他放下这个 放下那个 他们都跟随耶稣 问我 你放下什么了 我想了半天 我说我放下是账单吧 苦读 账单 我交给主 主塑造我 所以 这首诗歌 我有一天在教堂里听 我就流泪了 有的时候自己也会哼 它也成为我生命中的 一个光照 我宁愿有耶稣 我宁愿有耶稣 生于金钱 我宁愿有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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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愿有耶稣 宁愿有耶稣 我宁愿有耶稣 我宁愿有耶稣 主啊 今天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 让你在我们生命中来掌权 让我们把我们生命交给你 因为你就是道路 你就是真理 你就是生命 主啊 当我们生命 跟你生命连到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在永恒中有份 我们就不再惧怕 无论是疾病 无论是贫穷 无论是环境 主我们都不惧怕 因为我有你的爱 在爱的里边 没有惧怕 哈喽 谢谢你亲爱的主 来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 我们也把还没有信 耶稣的朋友交给你 圣灵引导他们 在他们生命里面 做一个决定 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 我们没有认识主的朋友 你今天有个机会 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做你的救助 你举手 你举起手说 主我愿意 感谢主 还有吗 为你祷告 还有没有 哈利路亚 感谢主 年轻人 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做他的救助 还有没有 我们今天目的也不多 如果你愿意 就接受耶稣 举起手 我当年是 那个姐妹 就在那个山沟里边 她说你要信耶稣吗 你打开心 我为你祷告 我就打开我的心 他就为我祷告 这位主 引导走了 三十四年的道路 感谢神 还有吗 还有没有 在今天愿意信耶稣的 让他做你的主 让他做你的王 让他服你一生的责任 因为 你就是蒙福的人 天父 我把每个 打开心 举手的弟兄准备交给你 虽然你没有举手 你愿意你跟我祷告 你说主 求你进入我生命中 我需要你 我人生经历很多的苦难 我找不到方向 我知道你是我的道路真理 你爱我 你在十架上为我舍命 我愿意接受你 做我生命的救助 一生一世 跟从你 蒙你的福分 听我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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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把时间交给主席 上帝祝福大家 明天我们下午四点钟 在福音广场 二楼 继续我们的聚会 第二场 不一样的生命 盼望带朋友们来 带福音朋友们来 好 希望上帝祝福大家 谢谢 等一会儿 你先坐下 等我结束 别着急 教生 几十年 为这个 社区 服务 大家知道 我们 现在 利用的场地 还有 所有的事工 都是需要支持的 我们现在 我们大家传一下 奉献带 我们 有一个奉献 谢谢各位的奉献 小生感谢你们 约翰福音 十章十一节 所说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 喂养舍命 我们所信的 主耶稣基督 是一位好牧人 他喂养我们 他也保护我们 甚至为我们而舍命 所以愿意用这首诗歌 来感谢他 因为主耶稣 听他自己羊的声音 我们都是他的羊 所以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让我们能够向他祷告 他就会轻轻地听我们的祷告 而且彻耳听我们的祷告 请 请 听 我要 请 请 听 我要 彻耳 听我 主 声音 请 请 听 听 他最轻轻听 我的母人 认得我声音 你是老母者 生命必主宰 我一生只提谁 生命必主宰 我一生只提谁 主 声音 你是当母者 生命必主宰 你是当母者 生命必主宰 我的母人 认得我声音 静静听 我要静静听 我要折耳听我主声音 静静听 他在静静听 我的母人 认得我身影 你是那母者 生命里主宰 我一生只听 追逐声音 你是那母者 生命里主宰 我的母人 认得我身影 是的 感谢主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谢谢你 借着今天晚上的信息 再次的来向我们说话 让我们知道我们一生所存留的生命气息 都是从你而来的 当我们认识你 而且愿意跟随你的时候 主你的灵就进入我们的内心 做改变的工作 把我们一个旧的人变成一个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 一切都变成新 主 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伟大的救恩 是因为你饱血的遮盖 为我们舍身流血而达成 完完全全是你自己的恩典 我们没有一样东西可夸的 我们只夸的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 让我们的生命在世上成为光 成为盐 为你发光 为你成为世界的盐 以及能够把更多的人祝福带到他们的身上 感谢你为到今天晚上 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个人救主的弟兄姐妹 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主内的一家人 感谢赞美你 主要求你继续带领这些新来的弟兄姐妹们 能够一生忠心地跟随你 一生的能够成为你的一个羊 跟随你的声音 听你的服从你的命运 感谢赞美你 把奉献 恭敬 交托给主 使用这些金钱能够祝福更多需要的人 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得胜的勉求 阿们 今天的布道会就到这里 我有三点跟大家报告 刚才张牧师呼召的时候 有目道友举手 请几位天下回应表 那举一下手 如果手上没有回应表的 我们的同工会把回应表递给你手上 然后还有笔 这是第一点 第二 我们明天在我们的福音广场 也就是丰盛华洋基督教会聚会的地方 中国银行楼上 我们下午四点还有一场 也就是说我们这次布道会的下半场 今天的布道是不一样的选择 明天是不一样的生命 还是由我们的张牧师来布道 欢迎弟兄姊妹 带亲朋好友一起来参加 我们看到今天来参加布道会的人不是很多 这个疫情和疫情之前和之后是差别很大 我们在疫情之前的时候 可能这个后面就要打通了 全部做满都还不够作为 今天我们希望有愿意参加明天下半场的带亲朋好友来参加 第三点 下周六的七点半 脚生南加州的总监李伟强牧师 在布鲁伦的脚生福音中心主讲布道会 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参加的就踊跃参加 那么下周主日的十点 是由李牧师也是李伟强牧师 在这里在伯特利教会做布道会 希望欢迎弟兄姊妹参加 好我报告的就到这里 等一下愿意和张牧师合影的 就快一点到前面来跟张牧师合影 合影留念 因为张牧师也很久没有来 张牧师的身体现在不是很好 大家看到他很虚弱 要有照相的就快一点 那么末导散会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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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